来 哎 那是什么呀 这 这 那那是什么呀 怎么了 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呀 怎么了 小姐 真大 是 我都在死 怎么知道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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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燕 是紫燕 是紫燕 紫燕 紫燕怎么会在这儿 不可能 她怎么会在这儿 大哥 紫燕她好好的 怎么就寻了短剑了 一个丫头寻短剑而已 跟蜜蜂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来人 快把她抬上来 是 这样 可是紫燕好端端的 怎么就死了呢 大哥 紫燕是你的妾室 她寻了短剑 难道真的和你无关吗 魏菊妻们先拿起 这尚书府的大公子 未免也太荒大了 就是 魏央 你糊涂了吧 紫燕是个丫鬟 怎么会是个妾呢 可是她怀了大哥的孩子 她还没成亲呢 就把下人肚子给搞大了 是是是 她是个人了 是 真有道理 这好好的一个聚会 让一个没教养的丫头 给搅合了 还不跟我拖下去 是 你们看 她的手全是伤痕 这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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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已经是大少爷的人了 这事儿 竟该由大少爷处置 可这样处置 未免有点 大哥 就算她是你的妾室 你也不能这么对她 你还说 敢对宪祖无礼 定不轻柔 这礼尚书家还真热闹啊 还不赶紧抬下去 紫燕亡魂在此 你敢对着这些祈愿的莲花发誓 受紫燕的死 与你无关吗 一个小丫头的生死 与我有何相关 天哪 看了这事儿 没那么简单 你压得了死 她跟她脱不了感性 简直将礼尚书的脸 都丢尽了 小姐 都准备好了 蜡烛里放了消失粉 蜡烛融化后 就会引燃莲花灯 到时候便会有水火相容的景象出现 紫燕死得那么惨 我一定要当众拆穿黎敏锋的真面目 为紫燕讨回公道 黎敏锋 你多行不义 此次心仇旧恨 一起算 为什么我明明生你的气 可是一看到别人欺负你 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 想要去保护你 为什么你一个眼神 就能消灭我心中所有的畅往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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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啊 诚德 你有没有心仪的姑娘 殿下 您怎么问起这个 没有 那你可有喜欢过谁 或者被谁喜欢过 没有啊 那你对男女之情 上尾手足啊 上尾手足啊 那你还敢在我面相胡说八道 胡乱传透女人家的心思 你差点害了我啊 我 我 我害谁了我 我名其妙 李尚书 你交出个好儿子 陛下 在宫 他浩大喜功 危急灾民 在司 他银狠毒辣 居然虐待怀孕的妾室 现在全平城 没有人不知道啊 臣知罪 臣教子无方 请陛下责罚 还有你 人是你推荐给朕的 如今你作何解释 父皇息怒儿臣知罪 即日起 李敏锋 发配充军 会有朕的旨意 永远不能踏入平城一步 之前向父皇推荐李敏锋 是为了卖个大人情给李尚书 顺利帮自己找个好助手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本来逼死个丫鬟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可坏个坏仔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宣扬出来 可属下就是不明白了 这李少爷也不是糊涂之人 怎么会让事情演变到这样的地步 他是被设计的 他一定没有想到 会毁在一个女子手里 殿下的意思是 有些女子 就像是蒙尘的明珠 第一眼看上去丝毫不起眼 带你慢慢去了解 慢慢去研究 就会发现她其实很厉害很特别 属下是越听越糊涂了 什么女子 能想到大家都想不到的解决方式 能得到父皇的欣赏 能把挡路的人打倒 殿下说的可是安平县主哦 虽然安平县主最近风头很近 可是他没有什么靠山 他那个县主也只是空有名头而已 和拥有赤云家背景的 尚书嫡女李长乐比起来 根本不止一体 尚书大人怎么会让她的李长乐 嫁给我这个毫无权力的皇子 但李未央 他就不一样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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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快走啊 少爷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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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滚 滚 少爷 马仔给我拿下 干什么 是 都给我滚出去 走 滚出去 走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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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